大家好 我是蘭迪哥 歡迎大家回到我的頻道 今天我還是拍一個拜餐試吃的影片 它是來自Burger King 它有出了一個Mushroom Swiss King 應該是偏向買一個蘑菇口味的漢堡包 所以這次的口味都可以用到兩種肉 要不就是雞肉 要不就是牛肉 所以我選的是牛肉 然後我也有做一些資料 因為它改了名字 有一個瑞士的字眼 我打算是否那裏很有名的蘑菇 還是特別烹飪的方式 網上我找不到什麼特別 是關於瑞士和蘑菇的關聯 所以這裏我也不知道有什麼可以幫你解釋 不知道是不是最近 外面的閒口味都飆向 韓式炸雞 泰式炸雞 所以這裏都在聊天 頭暈熱了 就是一個瑞士式的蘑菇漢堡 就是這個名稱 所以廢話我不多說 所以這次我試吃都是在店內進行的 然後大家可以看一看 這裏就是漢堡包的食物 打開之後 我們可以看到有蘑菇粒 有一個蘑菇 然後下面有芝士和牛肉 所以事不宜遲我也馬上進行試吃 好 讓大家看看 好 讓大家看看 試多一口 試清楚一點 OK 後面補充 我先讓大家知道這個Burger的特色 剛才我也簡單說一下 它的Burger是用一種比較長型的麵包 所以它的廣告是有接近5寸 我吃完之後 都覺得它的麵包比平時大 它的蘑菇醬 不是只有醬 它還有一些蘑菇粒 可能這個影片 大家也看到 它配了一個像皮筋的東西 再加牛肉 再加切 吃起來的感覺 都算是 最近 那些限時口味這種 得分比較高的一款 因為早前真的是 太鹹了 每一間 快餐店都是 偏向那些麻辣的口味 所以這個Burger經過 上次的Burger 我上次吃到的 其實都是普通的 所以這次的 是比上次的好多了 然後這個Burger 比它的競爭對手麥奇 它最近都是炒蛋飯 炒了三碗雞肉Burger 如果是比我吃的 大麻辣的 雞肉Burger 或者吃這一款 我寧願吃這一款 因為起碼 它的份量比較多 那個 雞肉Burger 裡面 雞肉 真的小到一些火鍊 上次我好像沒有拍到 如果你拍到 看到 你已經覺得是不夠飽了 那 講完那個味道 也要講一下 它的價錢 它的價錢也是 盛向 16溝9 這個是 一向 我都聽到的 鹹小味的一個定價 所以 這個我都 不給那麼多意見 因為 即是我自己 有吃的 沒有 一定 吃的 價錢 我也是覺得值得 因為 這款的 Musharone Swisting Burger 它算是比較有特色 因為 其他Burger 應該是沒有打 蘑菇醬Burger Burger 所以 這裡可以吃 如果大家 比較 喜歡 蘑菇後味的話 就 非常 給他們一個機會 因為 這一款 鹹小味 我是 值得推薦給大家 所以 今天我的影片到此為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影片 喜歡我的影片 就按LIKE 訂閱 訂閱 因為有了 自己的影片 我現在更打動 所以 謝謝 謝謝 謝謝